很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經驗 那首先呢,先感謝台北的高普超女士 那她想告訴我們分享你的傳承 好,那這邊是我的目錄 大家就簡短的看一下即可 然後我先來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做柳士余 然後我現在就職馮甲大學的小小學系 我現在三年級 嗯 然後呢,大概只說嘛,我是馮甲大學 那如果一講到馮甲大學的話 大家先走,已經退避課上到夜市 這也是我每一次一報出我學校的名字以後 大家都會說,蛤,妳有這個夜市裡面 那妳一定是我的方式吧 是這樣子 但是其實沒有大家想像中的那麼跟夜市有關係啦 那這個是我們學校的大門口嘛 那一根就是每個觀光客來到馮甲的時候 一定會跟他合照的一個 呃,學校的名字 呃,學校的名字 那就是我們學校的服務館 那前面大家可以入過可以看到的話 左下角那塊綠綠的草皮 他其實有點 他其實還蠻大的 然後他被我們稱為惡意草皮 因為 因為傳說中只要走上他的話 那個學生就會被惡意 因為 嗯,因為他如果從天空上看起來的話 他上面的步道看起來是打一個叉叉狀的 所以就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有這樣子的傳說 不過我自己個人是覺得 大家不會走那個草皮的原因是因為他真的沒有比較方便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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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繞旁邊其實很順 就是很順 就也不必刻意還要走到那個走道上 因為走到走道上反而 反而 反而是 比較繞路 比較繞路了一點 好 但這是我們學校的體育館 然後 嗯 為什麼要放麻雪的照片呢 因為我們學校有麻雪跟松鼠非常的多 就是 都會有很多 嗯 嗯 家長的小朋友 可能附近的居民啦 然後進來餵 然後 他們那邊都很痰啊 然後他們都超緊地不怕人的 就是即使你只有近距離他們超近的 他們可能也只會往後面跳著一小步 然後也不會飛著 也不會爬走 他們都非常的怕人 好 那接下來跟大家講一下 縫甲的好愉快 首先我覺得縫甲好的地方在於 他對學生來說非常的 嗯 他提供很多方便的服務給學生 像是 很多線上的東西 嗯 像是 嗯 我知道 我們 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就是我們 那個 有收過的課 他會直接 有一個報表呈現出來 因為你不用自己一個一個去算你的學費 就是你可以一目了然 知道 你哪一個類別 還缺多少學分 這樣子 那我知道有一些學校 它是沒有這樣的 是要自己每個學生 自己去定 然後就慢慢用手一個一個算 所以我覺得 我就覺得這些非常的方便 然後 紅甲自己有出一個APP 就是 嗯 會 可以直接連上很多 我們學生非常常用的系統 那 嗯 就是大家非常的常用 就真的很常用啊 好 那 壞的 嗯 不好的地方 其實我跟大家 其實我跟我的同學 有搜集過 有牽手的搜集了一下 但是發現大家好像都沒有講什麼 真的是很 不太好的地方 我覺得最大的點大概就是 觀光課真的很多 就是時不時的可以看到 學校裡面有人在聚集 就是可能畢業旅行啊 或者就是入客這樣 然後呢 然後呢 為什麼要來到紅甲呢 其實這是一個 不是預料中的事情 但是它 出乎必料 出乎必料的好 所以呢 那個時候我是 我是學測申請上的 那我那個時候 同時有上紅甲行銷跟福大銀川 那在 嗯 我本來填 紅甲行銷只是填一個備胎的概念 因為我一起來 我其他全部都是填 傳播相關的 但是後來為什麼要填紅甲行銷呢 是因為我 我去面試的時候 他們兩間學校比我的氛圍差很大 就好像 就是紅甲他 派出了超級很多學長姐在那邊 嗯 安排整個面試當天的過程 包含就是 就算你在等的時候 也會有人來一直跟你聊天 然後當天有提供很多插電啊 什麼之類的 就派出了超級無益多人 但是福大銀川 他就是 當天就只有兩個人 在那邊負責就是 可能叫說 下一個人到誰了 所以我就覺得 嗯 這兩個戲 他在營造他們自己戲的 情況上面真的差很多 然後給人的觀感也差很多 所以我就 還是 就是非常單純的 因爲這樣子 所以就還是選 就是選了福大銀川 那一點到福大大學 大家一定會想到的 就是福大銀川 就是福大夜市 那其實福大銀川的學生 不會有人真的天天地去 被其他的光光客擊的 因為就是真的沒有那麼必要 而且那邊真的 那邊的東西 也不是能夠餵飽我們的 就是一些小點心而已 要如果要吃飽的話 就是會很貴 所以我們其實都會走另外一個反方向 我們正常有便當 店當街 那裡面就是那種 呃 真的是正餐 夜市裡面就是小點心而已 那其實我們福大夜市 它在下午大概三四點的時候 就有一些有便面的便家會開 像是這張照片裡面 那個右手邊就是有便面的便家 那那些便機都是蠻以可見這樣子 就是真的會有人超過 尤其是駕駛的時候 駕駛是更不會有人去 就是自己逢腳的人 根本不會去被人家自己來 因為就是已經沒有了必要 好那接下來要講我的科系 就是古教系 那為什麼要講說 它是前無古人 但是後有來者呢 因為我們系它非常的辛苦 我現在大三 但我才第四屆而已 所以說我們是 現在的畢業生也才只有兩屆 就是沒有辦法從學長界的一些經驗中 呃 推敲出自己未來可能會長什麼樣子 因為他們畢竟也才畢業個兩年頂多 然後可能也就是孩子是一些小職員 所以這方面 這方面 學長 校友的經驗就會比較缺 但是 同時也因為它很新 所以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可以去 就是 就是前幾年這樣子在奠定的 所以 就比較不會有前面的束縛 好 那我們系上課的課程呢 就是 這個課本的結論 也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們系上上的課 就是系 嗯 系地的專業課程 它 使用課本的機率非常的小 大部分都是要是自己用講義 所謂的PPP這樣子 那 然後是我們的專業課程幾乎不太考試 就是 為什麼大家會 為什麼的這個原因 大家會再說 好 對 然後呢 接下來就來講一下我們 請教師會上當的課 首先呢 這是院系必修 這個 應該是不管什麼學校 只要是商學院的課 應該都是收有差不多的東西 就是一些什麼 會計經濟統計 管理啊 維基本啊 財管啊 這樣子 那這些課其實 不用真的很 不用真的 要熟知 但是至少要 略知一 不然人家只會拿報表給你看 聲音 就是連看都看不懂 之類的 對 就是 應該是說 這些統籌的科目就是求一個 看中 嗯 我自己覺得啦 那首先呢 是我們 然後再來是我們系上的專業課程 那 先從 好 行銷管理跟行銷表現功法 這兩個課雖然名字不一樣 但它其實就像從一本課本 然後就是分上下學期 還是切成上下班 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個課就很基本 叫你們一些什麼 CPI STPI 這些比較行銷專業 嗯 行銷這方面中很技術的東西 那這個課呢 這個老師是有考試 就是小數有考試的老師 但是我覺得考試非常簡單 就幾乎都是考 課本的內容 就是 他考題目幾乎都一模一樣 這是課本上面的句子 就是如果課本有看 一次的話 都差不多 都會有印象 所以也沒有說很難考 然後 同時這個課堂 這個老師他 也會要求要有報告 但是他從 三次他 他的報告都是 就是會叫你們一起參加外面的競賽 這樣子 所以 就是可以一舉兩點啊 就是一邊聚在那邊比賽 然後一邊可以得到 可以得到分數 好 那下一個我覺得很有趣的課是 叫做體驗與服務設計 那這個課呢 就是在 設計任何 服務相關的東西 例如說你可能去賣當場買個東西 那也是一個服務 那 我們 它這個是分組報告 然後沒有考試 然後我們這一組是 要去 吊裝店買私人物 私密的物品 像是保險套 或是燕運棒 這樣子的 這個 這個主題 當作我們的報告內容 那 這個東西叫做 就是這張 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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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 那我們 這個課還就是教您說 比較 比較淺色的那個灰色是 它現有的東西 然後我們要重新設計出 有顏色的那一條 要去改善這個消費者 他在 進行這項消費的行為的時候 要怎麼樣能夠 讓他的 讓他的 體驗是能夠更好的 不管是行李上 或者是 方便的程度上 這樣子 然後呢 我們這一組的說結論就是 我們就做一個販賣機 然後放在去城市 去城市的門口 這樣子 它就是20小時的營業 然後 就是只要 逼這個 輸入的號碼 然後 你想要什麼東西 就會直接掉下來 然後裡面有一個 塑膠袋 就是你可以 一拿出來 一拿出來 就平常一整個袋子 就是外人 旁邊的人也看不出來 你到底買什麼東西 所以這樣就避免的 就是去給店員結帳 或者是在挑選物品的時候 的那種單單 然後同時 這裡面有賣 其他那些 十大熱門商品 就是即使 路人看到你說 你在這個販賣機前面 他們也不會覺得說 你是在買 你是在買 保險套之類的 好 那下一個呢 我們是有一個非常大的重點 就是學期專案 那 大家最常講的一句話 就是下課後 集學行集合 那集學行就是 我們就叫一個 一個充滿了討論室的地下室啊 就是環境很好 這樣子 那學期專案呢 它是 一次包三個 三門課 然後它就是 延續一整個學期 就可能 不像一般的報告那樣子 就是 可能大家 克制 期限以前 只 隨便面弄啊 然後就可以交出去了 然後報告也是照的 PPP 就是不是這樣子 複雜的很多 然後又 非常的耗費 所以 心力跟 時間 嗯 那我們二上做的專案 叫做行銷工甲 就是直接做工甲大學 那它這一個專案呢 它包含的 課程有行銷 有 創意學 還有 零售與通路經營 跟 找到設置與行銷溝 溝通 那 這個專案它的 最終目的 是要拍出一支廣告 我們這一組呢 就是做一個 想動畫片 就是 就是我們那個 影片的結局啊 對 然後呢 後來就是因為 它的這個最終 產出的物品是 是一支廣告嘛 所以我們就會有 半影展 對 半影展 然後當天大家 就穿得很漂亮 然後 就是非常 非常 格白的還鋪了 紅地毯 然後還會有主持人 在那邊訪問 然後就有這種背板啊 然後大家就拍照 就非常的 嗯 做的 有模有樣的這樣子 好 那 下一個呢 是我們二下做的專案 叫做水里專案 它水里是在南投的一個地方 然後它那邊有一個 嗯 很多商家的群聚落 然後裡面就有很多 不同的店 然後 不同的組會被分到 不一樣的 店家 像是我們這一組 都是做乾洗農場 那乾洗農場 它是種葡萄的 別的組可能有一些是 種香菇 或者是 種番茄 然後或者是 釀酒 或者是民宿 這樣子的 不同的主題 那這個專案它包的課程 有品牌與時尚學 什麼叫設計計劃 實物 跟通路 虛實通路 以超媒體 好 那 這一個專案呢 因為我們這一組 就是 有性成為的總招組 那我們把我們的最後的成果展 取名為莊園狂想 那它這個是一個結合了走秀與嘉年華的活動 那 嗯 像左邊可以看到大家 就是會把他們 他們自己那家業者的人數呈現在服裝上面 然後就是 嗯 真的有舞台 然後真的 又找老師來教Model走秀 這樣子 就是 然後也有 然後當天也有一些媒體也來採訪 對 然後右手邊呢 這張圖是我們 嗯 我們自己 我們設計的我們自己這一組的 一個小小的莊園 一個 的一個 攤位的設計啊 嗯 好 然後呢 這是我們的總招組 然後後面就是我們的 舞台 舞台的那個背板 好 那下一個主題我要講的就是美這件事情 那 這是我們市場主任非常強調 他個人非常的強調 然後行銷人就是要用武感去體驗 然後去 嗯 對 用就是他非常強調武感這件事情 那其中最重要就是美這件事情 那他自己本身有開兩門客 就是跟都是跟這個有相關 那第一個叫做美學與產品創意 我覺得這門客他學到最多的東西應該就是 嗯 做PPP這件事情 因為 主任會 非常仔細的 一張一張的 就是在課堂上 直接一張一張的看 你們這支有主題說 啊 這張做的 很美 然後他就會跟你說這張一分 然後下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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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真的一張一張看 然後一張一張給分 這樣子 然後大家都會 就是非常用心的做PPP 然後就是我自己得出了一個小小的 就是主任好像蠻喜歡剪接的東西 所以呢 又像 這張PPP前面右手邊就是 那個時候我們這一組做的 PPP的其中一頁 然後左手邊是一張傳單 就是我們 就是這門客他有考試 然後他考試的內容 就是 主任就是想 就是會叫你說 你要設計一張自己的名片 然後自己的傳單 來帶到那個考場裡面 然後貼上去 然後這就是我自己設計的 嗯 自己設計的一個傳單 那他這個內容是 我假設我自己是一個廣告公司啊 這樣子 嗯 然後呢 主任的客他考試的內容 幾乎都是他用的書裡面的內容 他題目就會給你非常長的一串 嗯 一段課文 然後你要自己寫出你的想法 就比較 有點S深論題啊 就沒有什麼標準答案 就是 你把自己的想法寫出來 就會得到很好的分數 好 那下一個跟您有關的課程 叫做品牌與時尚訣 那這門課他就是在講 對時尚就是 你現在你可以想到那種 生產牌上面的時尚的 嗯 嗯 脈絡歷史這樣子 歷史脈絡這樣子 然後 嗯 他一樣也是每個禮拜都會有 組去報告 課本裡面的內容 然後 然後 像是我們 我們 我們這一組就是有被分配到 要做愛馬仕 然後這張圖是我們用 每一個組人的身體部位 把它拼湊出 就是組出愛馬仕的字母這樣子 嗯 然後 我們戲有一個非常大的特色 就是大家的報告非常 大家的 嗯 期末報告非常的會 耍花樣 就是 很多會說超級無多根 然後 嗯 各種演戲啊 或者是 道具啊 通通都 通通都拿出來用 我覺得 我覺得大家會這麼開始做的原因 就是因為 主任的課他 很喜歡這種排場 所以 從此以後 只要是非常大的 報告的話 大家都會 很用心的去準備 對 好 那 接下來我要說 其實分享一下我 這三年 就是這個 在這邊 的一些感想 那首先就是我覺得 這個戲他非常的 自由 就也行 但是呢 如果你自己 就是覺得 嗯 我覺得我課都有去 然後 公室有 報告有交 這樣就好了 然後 這樣子的話 其實也不會有人逼你 因為也不會 因為也不太有考試 所以 就不會真的有人知道說 你 你這個東西真的會了嗎 這樣子 就算 因為就算你交了報告之後 你 真的會不會 其實是兩碼的事 因為寫報告跟 有沒有內化成績 真的是不一樣 對 然後 下一點就是 是不是看得到毛病 然後生活都會變得很累 是因為 尤其是剛剛 我有說到那個 這個 東西 這整個 給提供給交付室的東西 是不對的 這怎麼會這樣子設計呢 像是 要去 訂購 要使用網頁去訂購一個東西 的時候 就通通 這根本不會啊 我根本看不懂 這個案 這個東西要怎麼用啊 如果是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就是代表說 那個東西做得很爛 然後 然後 我們 就是學會了這些東西之後 我們就會覺得 真是看超級 生活中的 超級多東西 就會覺得 天啊 怎麼做什麼啊 然後就會 過得非常痛苦 或者是有時候 看一些廣告的時候 就會想 就會默默想說 嗯 他們到底想講 什麼東西這樣講 我關鍵他們怎麼啊 然後就會覺得 就會有點小困擾啦 所以呢 我覺得這個戲就是一個 它是幫助你 帶上 它是一個幫助你 用非常銳利的眼光 去看待你的生活的一個戲 就是 其實真的是很生活化的方面 像我自己平常看到 如果走進一家店裡面 看到 欸 怎麼菜單上面的畫 自己的這隻貓 跟招牌上面畫的那隻貓 講得不一樣 天啊 你到底會不會 把你自己的形象 統一啊 這種 這種 這種真的是生活中很容易遇到 事情就會自己 就覺得人家做不好的時候 就會自己默默在心裡面 就是小小的 小小的 笑他一下 好 那這就是我今天 大概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部分 謝謝大家來 今天花了一年時間 然後來看我分享 拜拜 好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